大家好 我是安捷雅雄的现场 我们就带您来盘点一下 这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日前访问中国大陆三天 他这三天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了 好 不过现在就被媒体发现说 他在搭机准备要去北京机场 然后搭飞机回到美国的时候呢 他特别安排了快闪北京当地一间 很知名的文青黑胶唱片行 而且还趁着这个搭机前夕 买一下半手礼扫货一下 买了包括两张重要的专辑 也可以说是中美乐坛两大代表歌手的专辑唱片 分别就是美国的流行天后泰勒斯专辑 还有大陆的摇滚乐代表歌手斗维的唱片 其实布林肯他本人呢 很多人都说他是被外交耽误的吉他手 他本人是音乐爱好者 非常喜欢摇滚乐 也有人说他是国务院的吉他手 因为他常常有时候会在这个国务院 员工聚餐的时候会露一首表演吉他 他在逛唱片行的时候 他就同时表示说泰勒斯是成功的 美国出口品流行文化音乐是不分地域的最佳连结 好对于这个安排呢 其实美联社现在就分析说 他绝对不只是布林肯或者是说他的幕僚 这个当天起义而已 他其实是有重要的代表意义的 美联社是这样分析的 认为此举就是美中跨文化交流 以及理解的象征性示意 而且其中这个泰勒斯有张专辑叫做 午夜斗围的黑梦专辑也是暗喻着美中两国之间的棘手分歧 而但是现在不管是未来走向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呢 透过了这个民间交流 当然就是布林肯此行他最强调的民间交流 可以让中美之间的关系有所和缓的趋势 好来看到的是布林肯此回访华 可以说是行程满满 除了刚刚提到的是有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及外长王毅来会面之外 他第一站的行程是先到上海这边 好他到上海打卡了知名的景点玉园 外滩更是品尝知名的南翔小笼包 走的这个行程都是非常的接地气 深入民间的行程 复旦大学的教授韦宗友老师 他就这样分析的 他认为说布林肯此行 主要还是希望说中美关系可以保持稳定 透过这些吃小笼包 或者是到当地的知名景点去打卡 这样子有清明色彩的举动 可以软化之前 他对于中国大陆一些比较强硬的发言 比较强硬的言辞 起到公共外交的作用性 好同时间大陆央视呢 在他这个结束完整个行程之后 他们也释出了一连串 三段的独家画面 这也是罕见曝光了 布林肯与习近平谈话的画面 好在这个场合 央视是这样叙述的 他说呢这个布林肯跟习近平指出说 这一回是带着拜登总统的要求 来到北京 当然是希望可以持续按照旧金山 愿景促成两国的合作交流 避免一切的误判误解 致力于负责任的态度 来处理好两国的关系 好当然很多的这个网友呢 也笑称说 布林肯此行真的可以说是 这个不需此行 因为他除了到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黑胶唱片行 去扫货之外 也到上海逛御园 吃小笼包 外滩打卡 真的是不需此行 而央视的主播 也在说新闻当中 强调中美之间的重要性 不但是要扣好第一颗钮扣 更是要言行一致 习主席说 希望布林肯这次来访不需此行 这是期待访问能有成果 其实对于不需此行 这四个字 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去理解 行指的是行动 美国落实承诺的行动 不能虚化 不能说一套 做一套 那根据外交部发布的消息 中美已经达成五点共识 包括欢迎对方国家留学生等等 这同样需要用行动去落实 中国有句话 不日进则日退 中美关系也是这样的 树立正确认知 就是前进的动力 以行见诺 也才会让此访真正不需此行 而就在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26号接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后 大陆外交部随即召开 记者会针对布林肯访华一事 大陆外交部的北美大洋州司司长杨涛就呼吁 美方不应该在产能过剩和内政治理等等层面上抹黑中国 中国优质新能源产品为各国加快绿色转型 应对气候变化 缓解通胀压力 做出了重要贡献 恐怕过剩的不是中国的产能 而是美国的焦虑 美方所谓产能过剩 这不是市场定义下的结论 而是人为制造的虚假叙事 是美国搞保护主义 打压中国发展的右翼力证 杨涛这是针对美国财长叶伦先前提出的中国产能过剩论 杨涛就表示中国大陆在新能源汽车 锂电池还有太阳能产品等等领域的优势 不是中国政府补贴的产物 而是全球市场需求的结果 好当然在外交上头呢 现在拜登政府强调的就是中美关系 虽然说是竞争 但是要控管彼此的不同 而在内政的部分呢 当然拜登现在是急欲想要连任 不过大家外界都非常担心他的年纪的问题 这是美国白宫一年一度的记者协会晚宴 美东时间27号的晚间登场 其实在场齐聚都是美国政界媒体界的精英人士 而拜登上台致辞的时候 他先是大开自己年龄的玩笑 然后接着讽刺川普 我们坦白说 你为首席的年龄太年轻了 这位你的位置 我跟她说是有年轻、我发现这議案 我真的在里面认为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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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认为她 她说不如乘车 她说是乘车 她说是什么我认为我认为 当然 我认为2024的选举中是在兴趣的 和并且 以前是一个问题 我对我认为了 你心裡認識狼狼狼函 你也不感很mouth了 我 特朗普總統其實承諾我 我曾經在國共和黨的勢力度過 但特朗普最近有幾個困難的日子 你可能叫做暴風 好 針對外界常攻擊他的高齡的議題 拜登反而是諷刺川普的心智年齡 僅僅只有六歲還笑稱兩個人的年齡議題 是唯一的共通點 更是諷刺川普是因為涉及成人騙女心 封口肺一案而身陷官司一案 儘管這個季協晚宴看起來 這氣氛是非常的熱鬧而且輕鬆 但是其實會場外頭聚集了非常多 挺巴勒斯坦的抗議人士 他們是高舉著標語訴求加薩 立即停火場內場外可以說是兩樣情 好 持續就要來關注的是以哈戰士的部分了 現在加薩南部的醫院再度被發現有亂葬鋼 裡頭埋了將近400具的遺體 這數量多到必須要出動推土機運送 而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確認身份 巴勒斯坦人現在就怒控以色列是種族滅絕 美國也呼籲要進行相關的調查 但是以軍宣稱他們已經查過了 部隊是沒有不當行為 加薩當局表示在以色列離開當地一間醫院之後 他們在醫院附近的亂葬鋼發現將近400具屍體 人數多到必須出動推土機運輸 其中一些還穿著手術服 根據當局表示已經確定了其中165人的身份 怒控以色列的種族滅絕行為 他們還懷疑至少有20位平民被活埋在建築群中 儘管美國政府呼籲調查 但以軍宣稱已經查過了對於此事的報導 並未發現部隊有不良行為 而在數日之前 在戰火中幸運從死亡母親腹中救出的女嬰 也傳出惡號 雖然情況一度穩定 但出生後僅僅5天 女嬰還是不幸死亡 對於不但遭到轟炸的加薩 估計有3700萬噸的瓦力 恐怕要花上十幾年才能夠清乾淨 跟100部機器 我們講的是14年的工作 面對加薩慘狀 有聯合國專家呼籲對乙軍做出制裁 包括武器和石油禁運 記得張壓中和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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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